276《蘋果日報》 內地股災加速走資料人行續減息人幣看的不宜低級 2015年7月10日《財經要問》 本報信 內地股災加速資金外流 經濟疲約像令人行持續減息 人幣年底若獲准加入國機會成為特別提款權 成員後 市場估計費難再維穩 未來一年人幣有走扁可能 雖然有外資淡有料扁複達5至10% 但主流意見仍相信 人幣指責複微扁1至2% 理財策劃師建議 延遲人幣投資者未至於要立即拋售 為人幣欠升值前景兼高息不再 省戶亦無需趁平兌換 記者 劉美二黃佩林人幣在案價作收6.2088 微升6點指 利案價美市報每美元兌6.2165 升68點指 一年期人幣不交收遠期價報6.2715 即一年後交現價微貶1% 中銀香港二三八八現鈔牌價顯示 每百港元兌79.7人幣 定存息率降級引力減美銀美林計六月初發表人幣貶值看法後 本週一再發表雙類報告指 股災後當局面對一系列政策矛盾 需加大力度鬆綁貨幣政策 如減息 調節財富蒸發及經濟疲約的後股災局面 低息將加速資金外流 人幣費無可避免顯著走貶 預計未來一年將貶值5至10% 約以昨日在案收市加計 即一年後跌至每美元對6.5至6.8人幣的低位 彭博引述德銀分析說 人行難再維持費穩定 人幣國際化進程應會減慢 不過 本地銀行界普遍認為人幣在現水平 未來6至12個月計 稍為偏約1至2%為合理 曾無行011執行董事馮孝宗認為 人幣今年會責幅徘徊 對大幅走貶達5%預測 他個人未有此看法 儘管內地股市近日大幅調整 鄧A 管年初至今仍有百分之十四升幅 目前預測政策將大幅轉變 然之上早 人幣定存一向是保守投資者的因物 不過 徐柴興宏其中 H幣利率下滑 定存連息緊約2厘至2.5厘 若加上貶值風險 回報所性無幾 宏測投資顧問董事陳寶明指 做緊定存就繼續做 享受定存息率回報 為續期定存時便須留意 現時人幣定存連息有下跌趨勢 康宏理財1019聯席董事胡彥希補充 人幣不會出現恐慌性大跌 即使手持人幣資產亦無雙大雅 中場先營會慢升 本港理財專家軍體淡人幣升值走勢 中大會計學院高級港師李兆波稱 若投資者有實際需要 可分斷買入人幣 否則在大市波動下 持有現金營為上差 對H幣者可後點心債美國萬利理財 亞太區總裁張佩兒指 現時難寄望人幣大幅升值 並直言M加買人民幣過世氣 不建議投資者再增持人民幣資產 若投資者仍持有人幣資產 則以選擇較高回報的投資產品 以彌補貶值風險 張佩兒舉例 內訪點心債屬不足選擇 年息可高達8至10里 一般入場費為100萬元人民幣 若覺得門檻太高 可選擇夾粉投資 為若風險較低的內銀或外險點心債 年息亦有4至5里 於是